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有房视频的飞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套房子 是由飞云休斯顿地产独家代理 即将上市卖的房子 这套房子是在汤博 汤博这个城市我们华人并不是很多 它的位置是在249 靠29特别近 实际上谁住在这里的华人 对这个城市的 不管是安全或者是说环境 还有教育 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如说它的学区就是3A的 小学中学高中 那么包括有些住在Cyberus 或者KD的人 现在愿意住到这边来 因为它的学区 对我们华人的孩子 可能会非常有优势吧 这么讲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投资房 客户的投资房在这边 他们对租客的满意度 还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边买房 它有几个优势 是说相对来讲 它的未有管理费会低一些 包括它的地税 也还是比较有竞争性的 比如说这套房子的 未有管理费 650块钱一年是相对来讲 还是非常便宜的 地税是2.677 也是比较低的 包括它的学区 我们刚讲了 3A的学区 如果您现在在找 汤博的35万以内的房子 不管是做出租 还是自住 可以考虑一下这套房子 这是一套大平城 三房 两位 建筑面积是2166尺 占地面积是5275尺 那院子呢稍微小一点 如果是年轻人 或者是用来做投资的话 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而且它有主餐厅 有书房 除了它的客厅的话 还有一个家庭房 所以可以讲是小家庭 或者用来做投资 堪称完美 而且价格呢 它是34万5 也就是说在35万以内 好的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 是05年的房子 不过呢 你看它的房顶呢 也是刚刚换的 热水器也是刚刚换的 只有一个东西呢 比较年龄比较大 是空调 它是原始的空调 因为呢 它确实还是有用 但是通常 这么老的空调的话 就是买过来它 anytime 它可能就会 就会拜拜了 就会坏掉 根据这个 休斯顿这种天气 太热了夏天 那这里呢 前面呢 有一个小的前院 梁台 那么进来看一下这个房 那在我们的 左手边啊 它就是我刚刚讲的 叫家庭房 或者你是阅读师 看你怎么样去用 多功能房吧 它一进来了 因为它的这个路户 跟这个家庭房呢 它是开放式的 所以呢 显得这个房子一进来 是比较的宽 而且呢 它的天花板呢 也是比较楼层的 也是比较高的 那继续往前面走是 左手边是它的主餐厅 这套房子呢 除了木地板和瓷砖的话 没有一块地毯啊 所以呢 也是非常理想 不管是住也好 投资也好 它维护起来比较好 它的洗衣机和哼干净 还有冰箱呢 都是放在了 那么这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尺寸也还可以 紧接着进去呢 就是一个两个车位的车库 那我们呢 先拐到右手边 去看它两个次卧 那这个中间呢 就是它是把它做成了书房 实际上呢 这个也是可以讲 是一个多功能的房 比如说像有两个娃娃 很多时候它会把它做成一个 我们叫的game room 也就是说小娃娃们玩的地方啊 但它这里呢 做成了一个书房 那么呢 这个中间呢 就有一个卫生间 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那这个房子它的颜色呢 比较多 因为呢 它之前的这个卖家呢 是一个当地的人啊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想象力比较丰富 而且呢 自己的房间呢 喜欢搞自己的颜色 也就是说比较个性化 这是另外的一个房间 是一个橘色 或者橙色的一个颜色 因为颜色呢 不用太担心 如果固形 这些东西达到的话 颜色是最好改的 那这边呢 是一个储藏室 紧接着就是厨房 2166次它的厨房 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颜色呢 那这个颜色呢 它就有点像这个 圆木的这种颜色 但如果你想弃成其他颜色 当然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就是它的早餐厅 紧接着就是它的客厅 那再往后面呢 就是主卧 它的主卧的尺寸 还是可以的 紧接着就是它主卧的卫生间 所以这个房子呢 拿回来 除了说要改一下颜色 就是说墙的颜色 如果您更习惯 比如说像我们华人 比较习惯的白色 那么你可以改一下 要花一点钱 其他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 那当然那个空调 我们刚刚有讲 其他基本上是不需要花钱 而且它这个房子呢 维护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如果你不想要 这些架子的话 是可以拆掉 我们去看一下后院 后院呢 有个小的带领的露台 比较小啊 所以我讲它的后院呢 是不算特别大 另外就是说它的南山 起码就是小十年 基本上是不用换 这个后面呢 是刚刚换过 两边呢也是近几年换的 所以呢不用 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 来改进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 转发 如果您有房子在休斯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